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庙方相当感谢 这项和平岛地方上的传统宗教盛事 借由王爷寻江保佑渔民丰收 也不失海上的好兄弟 今年更吸引三百多位民众 报名搭船跟着王爷海上游江体验传统民俗 游江路线从正边渔港出发 前往深奥渔港的碧云宫 八斗子渔港浮清宫 再进入基隆内港的城隍庙 让传统祭典仪式 逐渐发展为地方上别具特色的文化庆典活动 这个是我们列为第二个无形资产的 第一个是中元纪 那基隆其实庙宇非常多 那基隆的海上文化也非常特别 王爷游江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持续着 很希望借由文官局成立 可以将更多的活动带进去 让更多的人认识基隆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这个和平岛 这个摄灵庙三府王爷 那这已经是被认证成 这个我们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 接下来就不止我们的文化观光局的资源 还会有中央文化部的相关资源进来 我想对和平岛的历史的演变来说 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和平岛 从过去四百年前的开始的演变 然后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渔民的生活 会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和平岛的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我们的特色 还是我们的庙宇 还是我们游江的文化 甚至我们渔民捕鱼的文化 我想还有我们在地原住民的文化 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无形文化来 让我们世人可以看到我们和平岛的特色 受政线场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基隆市议长同志伟 更多位议员 还有连江县的议长 及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代表 大家都很开心 这项和平岛的民俗盛事 终于登陆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 将吸引更多人深入来探访 和平岛的人文历史 路线是幽庚 有我们的婚姻的妙 就是也是 他也是公典 就是我们到地厢会回去的 有的就是 当然我们的主动这个港口 港口如果大 我们就很好处理 港口如果生 我们就必须处理 然后我们还有分港来到港湾 那为了安全 我们大部分都会参港来 像今年的碧云公 就是在港来 我们去到这儿很欢迎 我们的公众也很欢迎 因为那个港很漂亮的 很看的哦 那大家都搭配得很好 因为我们是一个专案 那各方面都很配合我们 对啊 所以说像这里庙的话 是乾隆时代的庙嘛 它最原的那个 那个子孙庙 那个福隆东龙公嘛 那旁边还有桑福公一大堆 南亚很多的都分出去的 真的吗 我们这边分过 对啊 都为了分廟出去的 对啊 那是日本时代的时候 那你也跟那个国民政府的时候 那个那个万木山这边也有啊 就西蘭这边也有 也有三五王爷庙啊 我们这边是渡海边的 所以他要 在中国大陆是进江 在这边是进海 进海啊 就是把那些海的 不干净的东西出去 所以他出去的时候 他会丢那个嘛 丢坚衣啊 好好好 那个信仰 那大家同理的合作 那在海上来完成 一步一步的一个祭祀的活动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感动的 那所以在 在前几年啊 蔡理大也特别提到说 希望把这个海上游浆的 这个祭祀活动 把它努力来争取 看看能不能列为 基隆市的一个 无形文化资产 那通过这几年的一个 努力之下 终于可以获得基隆市的 一个文资省议委员的 一个认同 那我想接下来 这个文化祭典活动 将会是除了 基隆中原祭以外 基隆非常重要的 一个文化的一个资产 那也希望说 各位市民大家 如果有空的话 在农历的一个六月份 也可以随时来关注 三府皇爷的相关的活动 我相信大家如果 一起来体验 可以看到基隆市 不一样的海洋文化 的一个另外一个面向 其实我们河滨岛呢 有四百年的文化历史 在这个大航海时代 就非常的活跃 那我们三府皇爷 也守护我们和平岛这间庙 就舍林庙 大概守护了将近 快要两百五十年左右 这样的一个海上游 将文化其实对我们中正区的 渔民守护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那近年的这个海上游 将参与的观光人潮也越来越多 也期待认定为 无形文化资产之后呢 能够像东港的王传记一样 能够盛大举拜 今天我们获得无形文化资产的资格 中央的资源会移注进来 但更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文化观光局 需要将这样子的传统文化 让他变得更年轻 更轻易 也让更年轻的家庭 可以认识说 为什么以前会有和平岛的王爷 来到这边 以及王爷怎么守护我们江心 今天是基隆市非常重要的日子 也希望未来基隆市的文化观光局 都能够以 让我们的本土文化更年轻 更亲近 然后带动城市的发展 我们大概报到一百名 就会把他那个网路关起来 然后有人就会打电话来 老朋友的 家大概都 今年跟去年都是一百二十 二十位左右 对 那游客为什么会这么喜欢 来参加这个游家 当然这就是个信仰问题 跟我们走那些巴图马 其实好远不好走 可是大家走得很欢喜心 和平岛社里庙表示 包括油浆和绕镜等一系列活动 都固定在农历六月十五 三府王爷圣诞期间举行 未来除了智力保存这项传统文化 也将推动让更多年轻世代 来参与互动 共同来体验 这个在地文化庆典的魅力 记者黄俊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来到海门天险登山步道 每走一步都要很小心 一旁扶手都已经毁坏 锚钉外漏 而地面上长满了青苔 让民众走起来相当危险 人干的过程的状况局真的很严重 包括那个钢钉都已经突出来了 那其实另外一个像上礼拜 港湖公司自己也办了这边 办见走活动 人家看了之后就发现 那个多危险 登山步道走起来 步步都是危险 市议员张浩汉协同立委 王正旭办公室主任李明志 邀请了文化部 就用市政府文化局人员共同会刊 经过地方争取 中央将补助2500万元经费 针对护栏进行修缮 然而就大家可以看到 后方的栏杆其实破损了一个情形 已经自身所谓的公共安全的一个疑虑 但是因为这一二三万炮台 是属于国定品极 除了金融市文化局要做审议以外 还要送到文化部来进行相关审议的一个工程 那我想在这边今天终于获得一个好的讯息 就是7月19号 就要针对于预算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审查 那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文化部的相关的同仁 来到现场来进行盘查 希望说文化部跟文化局能够加快 这个预算审理跟编列的一个工作 那希望尽快来进行所谓的步道的一个修复 避免说民众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一不小心天雨湿滑 那造成了一个受伤 其实都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 今天透过文化部的文字局过来做 做线干 现在有一个结论就是说 这个文字审议基本上已经过了 那预算目前已经送到文字局做审议 必须在7月下旬会审议完毕 那如果顺利的话 这个工程 这个修缠工程将会在年底做发报 那这中间的过程也要拜托 文化局跟文化部相关的同仁 能够暂时的修复跟维护 让民众在这边游戏休闲的时候 能够安全一点 也不要因为这个修饰不了的受伤 这项修缠工程 预计在年底发报 市议员张浩翰也协调 在还没有全面修缠前 游市政府文化局暂时性的修复 避免有人受伤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脱下西装外套 议长童子伟快步走进阿信豆浆店里面 和老板娘热情打招呼 而且不用点餐 老板娘就已经知道童子伟要吃什么 等到童子伟一坐定 火腿蛋饼加奶茶的套餐组 就跟着送上来 因为这是童子伟每次来 必点必吃的组合 他的蛋饼世界好吃 世界级的好吃 就位在我们仁爱区的孝山路上 每天早上我想大家都知道 附近的人都要大排长龙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也要把骑楼整平 机车停车格整理好 好不好 让大家方便来采购 然后不要并排停车 先跟大家说一下 吃完以后你会爱上它 然后你会吊吊 基本上会对其他老板很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因为早餐店很多啊 但是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那因为我还蛮习惯吃他们的手艺 其实食物吃的是一种味道 也吃的是一种感觉 然后也是一种小时候的记忆 这个解解煮出来的有点像 以前阿嬷帮我做的早餐 就是小学的时候阿嬷还在会帮我做做早餐 那它那个蛋啊 我最喜欢吃它那个煎蛋的那个 不会太湿也不会太干的那种刚刚好 湿度要刚刚好 就是专注完美 经苦可求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你太湿会有点太好 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干湿度要很好 就是我对蛋饼的最大要求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威每天行程满档 但是无论怎么忙 总会抽空到仁爱区 孝山路这家阿信豆浆 享用自己最爱的火腿蛋饼 加奶茶的组合餐点 童子威百吃不腻 就是爱这味道 因此这套组合 也被老板娘称作 一掌套餐 我作为一个姐姐 弟弟每次来 他要吃什么东西 我都会知道 然后第一次来 就先问他你要吃什么 他一国开口说 他要喜欢吃蛋饼 奶茶是我 以前我有做过饮料店 所以奶茶是我比较拿手的 豆浆是我先生比较拿手的 所以奶茶也是他最爱的吧 每次我都跟他拿的时候 也都是给他请好喝奶茶 一般早餐店的奶茶 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是盐质原味 我不加冰的 就是直接做好 放冰箱冰 香料盒肯定还不会冰 只有温温的 可以 除了一掌套餐之外 每天现煮现熬的豆浆 以及现做的水煎包 也让童子威十分称赞 而烧饼夹蛋 火大要酥一点 更被童子威称为世界一绝 我是自己 因为我都固定套餐 我都没有什么在换 那其实他们有很多 比如说烧饼啊 油条啊 其实也都非常的道地 然后他们的豆浆 也是早上在这边现做的 现磨现做 待会可以让大家来看看 所以他们其实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传统早餐店 我们蛮喜欢这些 其实也在后面 早上都一大早清晨 所以他们每次找我吃饭都要很早 因为早上他们开场起床 凌晨一点 他们有一个我其实蛮喜欢 是他们那个水煎包的 水煎包 之前姐姐你还有弄过一个 那个叫什么 烧饼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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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大的 世界一局 火大的 火大 火大 要输一点 要输一对 火大要输一点烧饼炸蛋 你们要来吃一点 我要吃火大 世界一局真的 输一点的烧饼 就在我们仁爱区 从大牌长龙买早餐的顾客 就知道议长同志委所言不假 属于新移民从大陆安徽来台定居的 老板和老板娘 融合家乡安徽面食类 以及台湾口味的各式早餐 早已经吸引许多民众朝圣成为粉丝 同志委力推阿信豆江 大家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幻名中的红色轿车行驶在马路上 但开到一半 却突然自撞人行道 驾驶没把车辆停下 还猛踩油门 导致轮胎燃烧 车辆当场起火 消防人员后报立即赶到现场 扑灭火势 好在没有人受伤 驾驶酒车职为零 但警方进一步搜索车内 疑似发现有违禁品 事发在基隆 14号凌晨凌晨2点多 根据警方调查 这名男子疑似吸食 鼠身上尸烟弹的一托密子后开车 先是偏离车道 接着又致撞十吨 撞车之后依旧猛踩油门不放 精神明显有异撞 14日凌晨3时本所接获伊林通报 成功一路安热路口 有车辆因致状而酿火灾 经消防队人员到场扑灭后 于驾驶座发现驾驶 攜带电子烟 及俗称丧丝烟弹 初步检验呈卡系统阳性反应 警循笔入后 依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不能安全驾驶移送基隆递检 日前三重才发生 毒架冲撞警车 造成28岁远警殉职悲剧 在基隆又有驾驶吸毒丸 开车冲撞 只是一托密子现在属于麻醉药品 只是一托密子现在还属于麻醉药品 日前已经提案列为第三级毒品 希望法规能够赶快上路 记者黄少铭经报导 在阳光照射下 更凸显出这两台彩绘基隆海洋景致 和景点的中型观光巴士 美丽和新颖的造型 这两台鲜少肉联使用的中型观巴 目前停放在公车处七堵分站里面 负责管理的公车处指出 五年多前 基隆市政府争取中央补助打造车体的费用 在由原市政府官销处出钱负责彩绘这两辆车 虽然隶属市政府公车处管理 但是因为当年的官销处规划用这两台中型观巴 来载运国际邮轮旅客进行机动观光导览 因此这几年来被列管用来作为一般公车使用 所以当初补助了那个费用 让我们添购了这两台车子 准备是要在邮轮客 然后来观赏基隆的美丽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有准备了这两台车子 但是很可惜的 后面的当然就是大家所知道有COVID-19 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就稍微先停割了一下 所以目前现在的话车子就放在这里 除了外形漂亮显眼 内部精致的座椅和冷气设备 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虽然当年被列管规划作为 载运国际邮轮旅客观光用途 却敌不过大型游览车一车车 把邮轮旅客载往台北等县市观光的现实 再加上三年多前新冠疫情爆发 国际邮轮停驶 这两台中型观巴更无用武之地 只能停放在公车处七堵分站 中间偶尔有使用一下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无意间发现 这两台中型观光巴士 停放在这里非常可惜 希望市政府可以规划出适合的山海观光路线 让这两台中型观巴 载运旅客行销基隆的观光 放在这边的话我想很可惜 那我们基隆市的话 原本的话公车一些休闲 不管是海线 我们三线的休闲的专车 本来就已经很缺乏 也没有什么专车在行走 那放在这边 以其这样的话 倒不如我也向市政府来建议 这个积极的话 让我们看要是我们休闲农业 专车也好 还是跑我们海线也好 官销处已经合并为文化观光局 那未来的话都是博交给我们观光局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尽速的来使用这两步 因为毕竟摆在这边非常烂位 真的非常烂位 因为我们外面的话也很多的话 需要我们这些公车专车来接送 目前原市政府官销处已经采册 观光行销业务并入新成立的文化观光局 因此原本列馆只能作为游轮观光用途解除 虽然公车处已经可以自行调派 这两辆中型观巴的用途 不过市议员张耿辉还是希望文化观光局 可以协助规划出适合的观光路线 特别是七毒马林和友瑞一带的山区道路 非常适合中型观光巴士行驶 让这两台中型观光巴士 能够真正发挥应有行销机动观光的功用 记者吴俊松机动报导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依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867-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尽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好厨就专入整坪 基隆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圆山路 庙口桑圈的附近 来推动棋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 也更安全 棋楼整坪 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寺地藏王菩萨 已助身名妙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彬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放在床上正在充电的行动电源不断的冒烟 棉被被烧出一个大洞 整颗行动电源已经烧得变黑 在一旁睡觉的孩子嚎啕大哭 我是充行动电源而已 然后那时候我小孩就睡在旁边 然后我就陪他睡觉 结果我突然间30分钟 我记得看一下时间 他就有火花起来了 然后我是被他那个火花 吓到跟味道 然后我就先用手把它拍灭 但是他有点难拍灭 所以我就先把我儿子抱出去了 然后他一下子咽 其实就蛮大了 回想事发当下 妈妈的还是心有余悸 只说真的是福大命大 如果当时洗澡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有一天逛夜市的时候买的 所以我后来有去查 但是我查不出来是什么牌子 但我觉得应该是大陆的牌子 对好险那时候我没有去洗澡 就是没有 因为我通常都会把它放在房间 我就在外面做自己的事情了 对好险我在旁边睡觉 出面还原事发经过 汪小姐说惊险过程 但好端端的行动电源 怎么会突然起火 首先BSMI它会去检查 你的这个行动电源的容量 是不是有任何的误导 或是标示不足 因为很常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它号称它一万毫安培 那实际上它里面用的 可能连一半都不到 那BSMI在这个地方 就会先帮你做基本的判官 那再来就是符合台湾的使用环境 包括电压 然后包括你里面用的材料 它也会实际去做一些测试 去跑一些压力的测试 让你比较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这个东西 因为是有透过台湾国家的这个机构去做一个本地的相容性的测试 所以这个还是请大家无必要选购这个台湾BSMI还认真的 容易发现那个异常的高温 不管是你放在包包里或者拿在手上 只要那个温度超出 一般人体可接受的话是45度 超过这个温度的话 你一摸起来你就会觉得很烫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对马上停止使用 专家提醒 民众在挑选行动电源时 一定要挑选有合格认证的 也要正确使用 避免发生憾事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导 暖暖清水记开幕咯 特别强调祖孙共荣和全灵健康乐活的理念 活动现场设有各式年龄层参与的游戏和教育项目 金融市卫生局特别设计了富有教育意义的闯关游戏 想参与者宣导失智症的十大警讯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阿公阿嬷年纪越来越大 那如果他常常忘记事情是不是失智症呢 如果有他比较熟悉的地方 也忘记脾气变得不一样 有一些失智症的十大警讯 我们可以到我们卫生局的摊位 玩水之后来这边休息一下 学一下十大警讯 然后玩一下是非题 然后换小礼物哦 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什么是失智症的警讯 什么不是 例如说我没去过的地方我迷路 这样子算是失智症吗 可能就不一定是哦 学知识还可以兑换小礼物 另外还能了解看问留波这四大守护任务 如果我认识他 我就打电话给他家里面的人 如果我不认识他 我就打110找警察来帮忙 我们叫看问留波 我就可以在我的身边 照顾好我们社区里面每一个阿公阿嬷 如果他有早期失智症 我们今天在活动里面也教大家 怎么样跟失智的长辈相处 要或不要跟他吵架 要或不要跟他辩论 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布置我们的环境 要怎么样问他要吃什么东西 要考他吗 还是要怎么顺着他 然后让他选比较简单的题目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起跟大家 照顾失智长辈的方法哦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提升民众对早期症状的辨识能力 进而达到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的目标 创新的宣导方式 不仅吸引长者参与 也让年轻一代更加了解 如何关心身边的长辈 建立一个更友善 更具包容性的社区环境 另外金融市卫生局也在活动中 设立了儿童发展咨询摊位 向家长介绍简单一行的发展筛检工具 提高家长对孩子成长状况的关注度 我们0到6岁 我们的幼儿在成长的阶段 他的发展是不是有迟缓呢 我们今天有准备了儿童发展筛检的工具 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到我们的卫生所或是有帮我们做儿童发展筛检的医疗院所 一些儿科的诊所 他们会帮我们评估我们的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有正常的发展哦 早一点发现发展迟缓 早一点做疗愈 会让我们的每一个宝贝都健康长大 及时的筛检和评估 可以大大降低儿童发展迟缓的风险 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今天到卫生局的餐位 他们介绍了很多失智跟儿童有关的主题 那让我们了解说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去做一些筛检 提早发现问题 我觉得这个摊位很好玩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暖暖清水剂 然后而且这个有这个亲自馆的摊位 可以让爸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同乐 卫生局办的这个活动 我想是年年都要有很高兴可以来参与 从活动中增进亲子关系 也提高了家长对儿童发展的认知 为孩子的未来健康奠地了良好基础 金融市卫生局通过创新的方式 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需求 金融市政府持续推动活跃老化 和在地老化的理念 营造一个包容、友善、健康的社区环境 暖暖清水剂将持续到8月31号 欢迎市民踊跃参与 共同建构跨世代和谐的美好社区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走回来